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澳洲新闻 环球旅行是很多人儿时的梦想 那么真的可以去实施的呢 是风毛麟角的 而最终可以坚持下来的 那可以说是难能可贵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 可以采访到 不可掉头最终坚持下来的 两个主人公 他们呢已经走了57个国家 历时将近三年 那么今天呢 他们到达了墨尔本站 大家好我是吴敬一 大家好我是陈汉斌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你们 当时是怎样一个想法 让你们决定开始环球旅行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 那个时候看一些文学作品啊 看一些电视节目啊 就有这个想法 2010年10月的一天晚上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原因 我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想法就突然就出现在我脑子里了 然后我就决定说OK我要做这件事情 怎么样一个信念让你们一直坚持了三年这么久 我觉得还是自己热爱这个事吧 所以我没有觉得是一个很辛苦的事 当然这一路确实有非常多的困难 然后我们车辆也出问题啊 然后签证啊 然后车的文件啊 还有一些身体状况啊 比如说还有一些 这个有几次经历生死的啊 很多困难 但是因为我喜欢这个 所以我一直乐在其中 我觉得这才是旅行的意义 而不是只是吃一些美食 看一些美景 而是说你在旅行的过程中 你能够学到东西 然后能够锻炼到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澳洲新闻 浙江国际驻澳洲界障站 Abby在墨尔本为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